喵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我覺得它加的辣醋真的是滿加分的 而且它多了蔥的味道 它的肥肉肉桶即化口感很好耶 嘴巴已經黏起來了 中南部口味 喜歡紫瑞 很嚴重了 米茨里BB燈的推薦 而且它還有這個粿子耶 哇 很療癒 所以可能你等一下這樣 你有看到嗎 它是黑筋的滷肉飯 它幾乎都是切得很漂亮的 不一把 它的飯是目前的第一名 好好吃 一個噸 兩個噸 三個噸 四個噸 五噸 我一定要搭配他們的辣椒醬 一起食用 它加的滴醬 全部都是肥肉 肥肉 邊吹 邊吊 我喜歡 出發 什麼都沒講你知道去哪兒 今天呢 要來去吃一下 我們之前募集那個 水水歐肥木服的時候呢 我有特別標注 就是請大家推薦台北地區 但是巴特 有非常多人推薦 基隆的天意香 我就想說究竟是多厲害 我都已經說是台北人 還這麼多人推薦 所以呢 今天就特別跑來基隆市 就吃吃看天意香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我妝整個都已經花了 因為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太熱了 哇 好漂亮 You will be one You will be one 好 我覺得只會裝自己 哇 我要兩個滷肉飯跟兩個肉羹 這一鍋滷肉飯啊 三鍋 三鍋 買到了 欸 卡車擋住了我的光 買到了滷肉飯跟肉羹 傳說中 基隆廟口第一名的滷肉飯 欸 超便宜的耶 這樣一碗才20塊耶 然後我剛剛為了拍它那個撈滷汁的畫面呢 就是一直都沒掰到 所以就點了4碗 超誇張 欸 它的味道是比較那種 只是那種比較古早味耶 哇 現在這樣子燥 肉飯變得很美 聞起來油蔥的味道跟 醬油的那個鹹味還滿重的 先來挖一口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你看 它裡面的醬汁還滿多 所以它飯其實吃起來有一點點濕軟 就是它沒有糊糊的感覺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醬汁本身的 鹹香味還滿夠的 然後我覺得它是屬於比較偏向那個 油蔥酥的香氣的那一種滷肉飯 這樣一碗20塊還滿便宜的耶 但認真來說我還是比較喜歡那個 老王煮光或是像精湯那種可能 醬油的香氣就是再濃一點點 或者是說那個油脂的 油脂的味道再重一點點的那一種 因為這個就是比較偏油蔥的 它還是有那個滷肉的香氣啊 哇 它飯有點黏耶 整個吃起來啊 我覺得味道雖然說我覺得還不錯 但沒有到就是會驚豔的程度 但是它的那個不知道是飯還是它的滷汁 就有一股那種滷汁鍋邊的那種香氣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在港邊 這算港邊嗎 在港邊吃的感覺還滿浪漫的耶 吃完了 接下來就是肉羹了 大家都說來的話 除了一定要吃它的滷肉飯之外 一定要點它的肉羹 因為有特別說它的肉羹 是用豬大腿肉下去做的 它看起來超級不像羹的耶 因為你看 它名字叫肉羹 可是它的湯頭看起來 Super清耶 這有勾芡嗎 我喝一口 我們看一下 它的肉羹咬起來啊 非常的有嚼勁 不是乾纏的那種 然後很紮實的一整塊肉在裡面 外面裹的是很薄的粉 然後湯頭本身 我本來預期它肉羹湯 應該就是比較咻咻的 可是它比較偏像清湯這種形式耶 因為它裡面有放筍子你知道嗎 喝起來其實是比較偏甜 跟蔬菜味道的那種湯頭 其實這種我還滿喜歡的耶 不過它就是不會有那種 會甜到你喉嚨深處 然後一直這樣卡住的那種感覺 這個不會 不過我本來在想說肉羹應該是 然後跟魚漿 不過它這個是很大一塊豬肉 然後外面裹薄粉 然後又是沒有勾芡的清湯 我覺得還滿出乎你原本想像中的那種樣子 裡面的肉羹給滿多塊的 因為我之前來過基隆港口 可是沒有看過的建議間 剛剛看到的時候就覺得好帥 吃完了 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啊 是比較偏古早味一點點的 然後肥瘦肉比例比較剛好的那一種 然後雖然說沒有很符合我個人的口味 但是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或者是說有來基隆玩 剛好有來基隆玩的話 就是可以順路吃吃看 然後就是整體吃起來就是 對 對 就是這樣 終於吃到了 大家很多人留言的天意鄉了 大家來基隆廟口的時候 會特別去吃哪一間滷肉飯呢 因為除了天意鄉之外 還有一些人有推薦 基隆廟口22號 好像印象中就是也有一兩票 所以如果大家來基隆廟口的時候 會比較推薦吃哪一間滷肉飯呢 或者是說你來基隆廟口 都會吃什麼東西 好啦 就是這樣子 沒事了 很沒事了 是嗎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開起來 照這個畫面一直看著我自己嗎 因為這樣看皮膚很好 現在下載哈咪VideoApp 以及訂閱CAT 即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喔 14天